高速公路兩旁常會看到T-bar看板 但其實在臺灣是違法的 但最近臺北市在承德路上 卻公然出現了兩支 是由臺北市政府所設立的 T-bar宣傳花博 預言就批評 這是好市長用專簽的方式 用臨時建築的名義通過的 這等於是惡意曲解了法規 也帶頭做了最壞的示範 宣傳十一月即將開幕的花博 臺北市承德路兩旁 出現這麼兩座 議員估計高達21公尺的T-bar看板 這兩根到底合法不合法 當然違法 為什麼 臺北市自己 有臺北市自己的 臺北市廣告物 暫行管理規則 而竟然我們用了2009 聽賬奧運 2010花卉博覽會 各機關宣導物的設置要點 可以允許廣告物的設置 議員痛批市長郝龍斌 用了專簽的方式 跳過各項法規的審查 違反架設花博T-bar廣告 根本是只許周關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市府反駁 卻說這不是廣告 我個人比較認為 它不是一個廣告 它是一個政策 一個政令的一個宣導 不是以廣告物申請啊 我已經什麼申請 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嗎 還不用建造 還要去建築物 T-bar是臨時建築物 議員通批官員任意 曲接法令做最壞示範 因為如果是這樣 其他廣告商是否也能以 臨時建築在臺北 到處設立T-bar看板呢 市府大舉宣傳花博 希望市民共向盛舉 但做法又引起了爭議 民視新聞溫柔蔡瑞妍 台北報導